我前一天看到我老公跟一个女人 从旅馆走出来 真的吗 我第一次看这个剧本的时候 我就是把它当成一个小说来看 然后就非常快速地就看完 然后觉得说 是一个很好看的故事 第二次看的时候 就变得是 我是以剧中我的角色演员 来看这个剧本 一边看一边说 我至少要讲这句话 我们两个怎么会爆炸这种事 其实读本的时候就对小艾斯很改观 因为我没有跟他演过戏 然后你可以感觉到他 在读本的时候已经把剧本翻透了 因为他的状况非常好 非常专注 非常非常专注 而且在戏的表演过程当中 他也会有自己的想法 那彼此之间的默契其实 我自己觉得默契蛮好 毕竟他是有经过很多历练的人 对于生活 对于家庭 对于自己 是有某种沉淀的 这十集的内容我都很喜欢 各式各样不同的爱情观 我觉得这是很前卫跟很大胆 然后又很好看的内容 我自己是非常期待 尤其是我那集我觉得 应该会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我 我妈失业了 妈妈 我妈失业了 你失业了 后来知道是 演员确定演妈妈的角色的时候 会觉得还蛮放心的 因为跟她也算是熟悉 然后也合作过两三步了 所以会有一种很安心的感觉 然后真的合作起来也确实 很快的就可以找到一个夫妻的节奏 妈 我们这一次是我妈妈 对于我老公会有一点意见 就是她因为中间疫情的关系 没有了工作 你如果吃饭太多了 所以要去找头路 妈 现在头路就不好找啊 我觉得人都会有一些脾气 但是伯瑞这个角色是 他基本上没什么脾气 尤其是对他老婆跟小孩 这样到现在三十出头岁的时候 你就会真实的发现 你需要找一个是可以跟你生活的人 所以如果我遇到一个这样子的主夫 又会做菜又会带小孩 又有颜值身材又好 那有什么关系 衣服放外面 哦 对啊 学长 学长 墨鱼鱼没了 像家豪这个角色 他就是一直可能从小到大 都一直不敢面对自己 内心真的渴望的东西 或想要的东西 所以他一直都在躲嘛 所以我们在讲说躲壁球 躲壁球他一直在躲 因为我们这部戏很常要戴口罩 所以大量用了很多有眼神的戏 这也是之前表演里面比较少遇到的这样 后来知道是明威演了 然后我就会试着去想象 自己也会觉得说我可以去怎么样做 我应该要去怎么样去分配那些情绪啊 或是转折啊 或是什么的 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合作 对 然后明威就是 好像有一种一见如故 我觉得可能是我们的频率很像 好像什么事情都可以沟通了 我觉得就是有一种一拍即合吧 有一场我终于想要勇敢的面对自己 那场也蛮感人的 然后少广也回应我 真的有把我当兄弟 而不是觉得你很恶心或什么之类的 然后我自己也很勇敢面对我自己 对啊 演那场戏的时候我就快哭了 我看到剧本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可以接这部戏 因为里面的题材是我以前没有尝试过的 就是 然后之后跟导演聊过之后 发现 其实这个角色有些地方 是可以有一些 有些小小的挑战 而且我没有跟欣如合作过 虽然我们认识很久 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尝试 因为我们太熟了 认识二十几年 那也算是第一次真正的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的合作 那就 第一个大家蛮开心的 然后有熟悉感 虽然我们很熟 但是你要演这种同性之间情感的东西 对我们来讲又有点陌生 我觉得这是一个 其实蛮纯粹蛮美好的爱情 那也一直放在心里 那当这个人生有第二次选择的机会 我觉得她选择了勇敢 去接受这一切 因为我第一次看到有这种 就是十集里面是不一样的故事 但是每个故事的角色都有穿插在里面 所以大家一定要拭目以待